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秦大夫 你说我们炼拳讲究续劲如张弓 发劲如放箭 这跟医学有关系吗 这当然有关系了 只有这样才可以大大提高废气泡气体的更换率 使细胞能活跃和利用空气中的氧气提供方便 许校长 这是什么图啊 这是标准的人体学位图 对 这是心脏 这是胃 这里是肝和胆 杨伯父 秦康在人体学位 人体解剖和医学治疗上可谓是专家 他深言医学原理 杨伯父是太极拳的一代宗师 又精通太极拳理 从这幅图上来看 这太极拳理和医学原理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太极拳的精髓是什么 太极拳的精髓就是用意 因为意可输精学 通三阴输三阳 对了 秦大夫 那三阴三阳聚通人体又会怎么样 如果人体三阴三阳聚通 就可以治疗胸闷气衰 痴疡结石 月经失调等症状 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这太极拳理中 蕴含了深奥的医学原理 没想到你还真是挺内行 哪里哪里 只是些浅闻小见而已 不足挂齿 你不但可以在拳馆讲 还可以到我们学校讲 怎么样 好啊 可以啊 好 那咱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好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有一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有话请讲 我从天津过来的时候 比较匆忙 身上没有带多少盘着 原来就是这么一件小事 你也不早说 拿着这个 这 我怎么好意思呢 你不是讲课需要收费吗 这些钱就当是御付款吧 文化兄果然是慷慨大方 该日我一定报答 区区小事 何足挂齿 好 文化兄 告辞了 请 老板 这么晚没睡 是不是给我开门呢 你终于回来了 秦大夫我看你该搬走了吧 你说什么呢 我从早晨等你到晚上 我看你实在拿不出钱来 还是尽快搬走吧 我秦康 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吗 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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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吃什么 我马上派人给您送来 好了 好了 好 我已经有人请了 好 那您歇着不打扰您了 去吧 你到底学会没有 我回去睡觉了 我都困死了 等等 你再给我讲讲 那个心肝肺脾什么都在哪 你到底是真笨还是假笨 我都给你讲了一天了 你再给我讲讲吧 这是心 这是胃 肺在这 这不是肠子吗 你一定糊弄我 玉兰 我听人说 人吃了饭 先是到胃里 然后消化消化就到肠子里 到肠子里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变成屎 然后就 你别说了 恶心死了 想想去 一点素质都没有 还是我郑国歌好 你别老在我面前提你的郑国歌好不好 我就偏在你面前提我郑国歌怎么了 好了 好了 玉兰 玉兰你看 你看 这上面怎么这么多小蚂蚁 小蚂蚁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肯定不知道 因为你笨 我知道 这是英文 是外国语 英文 understand 安全带 什么安全带 什么安全带 你长得就像个安全带 understand 中文翻译是 你听明白了吗 这里面有很多的英文单词 每个英文单词 那是不是都是一个学位 我又没上过学堂 我哪知道什么英文 笨 玉兰 你说玉兰姐弄这张学位图有什么用 我也不知道 姐总说 要研究出一种能治病的太极拳 能治病的太极拳 小凤 快教我几招太极拳的招式 什么 你要学拳 我准备做一个买卖 我想把太极拳和医学结合起来 所以 我准备学太极拳 你就教我比划比划吧 可是 我刚进拳馆 我也不太会啊 而且 我也是刚练的 这个没关系嘛 有个意思就可以了 那好吧 那就从启示开始吧 启示 启示 神拳去病 易寿延年 三天治不好 陪你们三块大洋 来 感冒发烧 请 下一位 张开嘴 肚子疼 拉肚子 练我们的神拳 帮你三天就好 我有那么神奇吗 那当然了 谢谢 各位父老相信 如果相信我的话 就跟我到那边练拳去吧 请 抓紧 呀 这个神神 神神病 我也打尽按发烈 自宝 各位相亲父老 你们的病我都给你们看过了 你们的病是小病 练练我们的太极拳就会好的 如果有什么大病的话 我负责治 是不是骗人的 如果治不好你要赔钱的 如果用我的药治不好 肯定赔你们的钱 这些药是专门为你们配的 你们可以拿回去补一补 是不是真的 你们放心 这些药是专门为你们调制的 如果吃不好的话 我可以退还你们所有的钱 如果你们需要用这些药的话 就请跟这位姑娘去取吧 各位相亲 请跟我去这边取药吧 这边请 来 这会碰上神医了 这要治不好人家的话 拿什么钱赔人家 小凤啊 你就放心吧 就你这样 我能放心吗 小凤 小凤 你听我说吗 我知道 治疗这些病 不是靠那些太极拳 而是我配的那些药 就是吗 那你就看你的病 开你的药 为什么要骗人呢 你想想 我在这个镇子里 又没有什么名气 人家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看病呢 那就算是这个道理 咱们也不能骗人家嘛 我没有骗人 杨家拳馆在大力推动强身去病 我们就要借力用力 把握住这次机会 我们呢 要把太极拳和医学联系起来 这样我们的生意会更好 同时 他们也能弘扬太极文化 这不是很好吗 反正 我没有你那么能说 简直是胡说八道 你说的可是真话 这是真的 前两天我生了病 练了两天拳 过了一阵子 真的就好了 教你拳的是什么人 女的就是小凤 是杨家拳馆的 杨家拳馆 走吧走吧 是 还说什么健身去病 原来只是为了赚钱 钟谦兄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戴上吧 秦刚 这是给我的 是啊 真漂亮 可是 太浪费了吧 咱们要攒钱 咱们要回天津的 小凤啊 现在找我看病的人 都排不上队了 这些钱都是我们的 是啊 秦康太好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开不开心 开心 请问这是练拳治病的地方吗 是啊 你练拳了吗 练了 很容易的 就两下子就完了 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样 这是补药 打扰了 没什么 进去吧 进去你就知道了 好 谢谢啊 谢谢 下一位 好了 今天我们不放药了 改日再放吧 哎 哎 好不容易啊 排到这儿了 怎么不放药了 哎 我也放不放就不放 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师父 外面来了好多病人 都说要找您治病的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他们都说我们杨家全能包治百病 这怎么可能呢 田长兄 这炼拳治病的事 你听说了吧 我刚刚听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中前要你去趟全会呢 好 我跟你去 走 去 练三天杨家太极拳 就能包治百病 杨茜茜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我也是刚刚才听说 跟我的全馆真的没有关系 那这是什么 这 这真不是我全馆印的 那么散发这些小传单的 你也不承认是你们全馆的人了 同意啊 是不是我的眼睛有点花呀 天长兄啊 这个散发小传单的 我看哪 还真是你全馆的人 真的 还有一件事 就是这个治病的大夫 据说是许校长的同学 还在你全馆授过课呢 他的名字叫秦康 秦康 老先生 老先生 神权治病 神权治病啊 老先生 请问神权治病是什么神权呢 当然是太极拳了 太极拳 有这样神奇的太极拳吗 只要三天 病就好 真的那么神奇 不信 您试试 试试 对啊 奇怪 不过 你不要相信别人 我这才是正宗的杨家太极拳 不用三天 你身上的病就好了 怎么知道 我给你张秘方 不信你看看 好 我回去看看 过两天再来 老先生 求求您了 给我们的病人治病吧 让杨家全把他们的病给治好吧 这位姑娘 太极拳不是这样治病的 你不是说了吗 太极拳可以包治百病 街上都有人发传单了 说三天就能 我从来都没有发过这样的传单 也从来没有说过太极拳可以这样治病 求求您了 杨全士 您发发慈悲 治治我们的孩子吧 就是 不是这样的 听我说一句 大家安静一下 对啊 大家听我说 等一等 好 秦康 秦康 不好了 我刚从拳馆回来 那些病人全在拳馆 我看事闹大了 你还是先躲躲吧 走 不用怕 我们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好了 不用怕 什么叫不用怕 那些病人闹得可大了 你还是躲躲吧 走吧 行了 不用怕 秦康 那现在怎么办 去大家安静一下 听我说 大家必须知道 人之所以能生存 其理在气血调和阴阳平衡 这才能生机勃勃 体格健壮 若是 气血失调 血脉不通 则垂死欲绝 而长眼恋犬者 无非是使阴阳平衡 气血畅通 方可强筋撞骨 易受延年 我们说的健身去病 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并不是说 能够代替看病吃药 但是现在呢 外面有人散播谣言 说练三天 杨家太敌全 就能治百病 这全都是欺骗人的谎话 我们杨家全管 绝对没有说过 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些话 所蒙骗 我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些时间 我一定把那些片子找出来 给各位一个交代 请大家不要着急 请大家相信我 也相信杨家 杨家全管 好了 大家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请相信我 相信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救救我们 让开 不要再沉默倒落 行了 别捣乱 好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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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沉默倒落 好 对 云英姐 云英姐 春兰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刚才看到小凤鬼鬼祟祟的和秦康在一起 然后他说什么三天就是好 这事肯定是他闹的 你有没有看错 这么大的事我肯定不会看错的 好 那你在这跟他们解释 我去找许校长 放心吧 云英姐 好 进来 许校长 许校长 云英 恭喜你啊 现在满大街的人都知道 杨家太极拳能治病 没想到 这个消息传播的这么快 真是大快人心啊 许校长 那你都听到些什么呢 一大早就有学生来告诉我 说想学杨家太极拳的人可多了 这不 我现在正准备着 给报官写封信 要趁热打铁 把这个好消息传播出去 许校长 你说的这些都不太确切 其实是有人利用这个来挣钱 来欺骗大众 怎么欺骗大众 怎么去挣钱 我都被你说糊涂了 他们说什么 我们杨家拳馆可谓是神拳 只要练上三天 什么病都能治好了 所以现在所有人都堵在拳馆里面 嘻嘻嚷嚷的 说什么都是来练拳治病的 会有这种事 依依 知道谁是幕后黑手吗 许校长 要是我说了 你可别介意 到这个时候 就不要再吞吞吐吐了 快告诉我究竟是谁 都是你那个同学秦康 秦康 他打着练拳治病的旗号 其实都是在卖他自己的药 这是岂有此理 如果我的老同学秦康 做出了对不起你们家的事情 我先替他道歉 许校长你严重了 你跟秦康在广府城遇上 你对他的过往也不是十分了解 因此他做出了这种事 你不可能知道 所以防不胜防 只是秦康太狡猾了 你也别太自责了 这件事和你又没有关系 不过是到如今 我们得先想办法才是啊 我这就去找郑国 我们三个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 好吧 那我先走了 我随后就到 徐兄啊 我只是有点夸大其词 但是我也没什么错呀 什么强身去病 当然把身体晾好了 病也就没了 如果真的有病 那当然是要吃药了 不过那些乱七八糟的说法 都是江湖郎中说的 跟我确实没有什么关系啊 老同学 我知道你这张嘴厉害 我也不跟你计较什么 但是你要向我解释 小凤的传单是怎么回事 传单 你是说那些小纸条吧 上面还写着 包治百病 三天包好 不好赔钱 是不是你写的 这也没什么嘛 打个喷嚏 赶个冒 可不就是两三天就好了 你卖你的药 你看你的病 你拉上太极拳做什么 还说什么是神拳 你这不是诋毁别人的名誉吗 我 我怎么遭到别人名声了 我这不是为太极拳而宣传吗 我这是在做好事啊 太极拳要不是提出什么强身去病 我能想起这招来吗 你巧舌如簧抢次多礼 我在这也不跟你争辩 不过我要警告你 尽快把那些标语给撤了 把传单撕了 向病人说明情况 不然的话 我们法院见 徐兄 你这是何苦的 徐校长 徐校长 你这是干什么 起来说话 徐校长 你既然跟秦康是同学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什么见死不救啊 徐兄 我们是遇到大难了 这是怎么回事 徐兄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今天我也没什么面子了 我们 我们是有大难 小凤 快给徐先生磕几个头 求他给我们一条生路吧 徐校长 徐校长 我求求你 你就放了我跟秦康吧 小凤求求你了 徐兄 我是骗你的 我不是什么外国公司的研究员 但是我们真的是有苦衷的 那你们这是 我们是逃难来的 逃难 都是因为我 我原来是在天津唱戏的 跟秦康 我们相亲相爱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 我就被当地的一个军阀看上了 他硬逼我 做他的姨太太 徐校长 她在当地势力很强大 我跟秦康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俩 就只好逃到这儿了 徐校长 我说的都是真的 请你相信我 小凤说的全都是事实 你看我们现在也不能在一起住 当时听说杨家全管 要招全友 我们才想起这个办法来 身上的那些钱 都在路上被劫匪抢走了 不管怎么说 这个货是你惹出来的 你跟我去一趟杨家全管 去那干什么 去给人家赔罪 走吧 七哥 走 走吧 郑国 刚刚想找你 全管是不是出事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 许校长去找了秦康一会儿一起来 真的 我已经跟许校长约好了 要不然我们一起 那我们找个地方 三个人一块商量一下 好 走 快走吧 快走吧 快走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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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这儿咱了 好像有人在打架呢 你等着我 我去看一下 打死你 别打了 不要打了 打死你 不要打了 干什么 别动 是什么意思 打死你 打死你 好了 不要打了 好好 好了 大家都是年轻人 有话好商量 不要打了 不要打我鼻子 走 走 走 算了 算了 走吧 谢谢许校长 谢谢 你真是大好人 行了 秦康 你怎么在这儿 快点走吧 快走 郑国 这怎么办 我看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来求医看病的只有小部分是来打乱的 我看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是啊 就现在的状况 我不希望这里会有什么冲突 我想要尽量克制 千万不能有人打架受伤 要不然就麻烦了 但是有坏人混进来 咱们也不知道啊 坏人又没有做记号 我先回民团做一个报告 然后我再跟你一起回权馆 我想有民团军队在现场 来捣乱的破坏分子不敢轻举妄动的 好吧 你记住 你回权馆后要马上告诉他们 尤其是那个东英 他为人性格暴躁 容易冲动 千万不能出手伤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简单 一定有人借题发挥 想陷害你们杨家权馆 那现在权馆的首要工作是什么呢 我想你暂时将那些病人先送出去看病 然后等我回来处理 毕竟是权馆出事 我先回民团 一会再过来 严教官 徐校长 余英 秦康 他来了吗 他本来已经来了 可在半路上又被他跑掉了 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徐校长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余英 真不好意思 人这一生想要办成一些事情 总要经历一些风风雨雨 你别多想了 谢谢夫人关心 春兰 你就在这里保护夫人的安全 记住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那就有劳你了 大家请听我说 经我们民团调查之后发现 其实是有人 利用杨家太极之名 散播谣言 虚构练三天 杨家太极拳便能包治百病 此事绝对是无中生有 这些人的目的是要误导大家 好趁机欺骗各位的钱财 现在民团正在努力调查 很快便会查出幕后匪首 到时候会向大家有个交代 请大家一定放心 在此 我希望大家不要聚集在杨家全馆 以免发生误会 因为有很多破坏分子 会借这次的事情挑拨无辜的群众 利用大家焦急的心情去攻击杨家 以达到陷害杨家的目的 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 千万不能让这些人给利用了 现在杨家全馆杨玉英全时 已经承诺 以全馆的名义聘请大夫 为在场的患者看病 他这么做 也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来帮助各位 杨家全馆所有人 与杨玉英本人从来都没有讲过 练三天太极拳就能包治百病 这些都是谣传 希望大家不要再上当了 大家安静 请大家安静 请大家保持冷静 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 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 快逃远 你全部打开 不要 快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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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人 在群馆鬼鬼祟祟的 想干什么 大爷的事你少管 喂 喂 喂 你没事吧 喂 喂 颜震国 颜震国 你们不能杀人 你杀人 我没有杀人 你别胡说 我没有杀人 我没杀人 我真的没有杀人 你杀人 东鹰 什么事 东鹰 怎么回事 我看他在群馆鬼鬼祟祟的 我就跟他交了手 没想到他倒在弩上死了 究竟怎么回事 他好像要暗杀严教官 暗杀我 你有什么证据 那匪徒临死前说的 他说了些什么 他手里拿着一把弩 嘴里一直在喊着严建国严建国 弩在哪里 当时情况很混乱 应该是被一个人拿走了 有几个人不停地在喊 我想他们是在引开我的注意力 趁我不注意把弩给拿走了 一定是死者的同伙 那你认不认识那个人呢 这还了得 青天白日竟敢杀人 如果不严惩 以后这广府城永无宁日 去 传我的命令 全城戒严 挨家挨户的给我搜 打个窝藏者 哥啥无论 是 这杨家全馆 也有今日呢 童鹰啊 这杀的是什么人呢 我已经查过了 他是一个路过的正经商人 这么说他不是本地人 大哥管理广府有方 那么做生意的人便多了 这些做生意的人必定经过我们广府 那他去杨家全馆干什么呢 肯定是看热闹了 听说今天杨家全馆还有很多人 后来还打了起来 严正国就去维护秩序 他这一请假出去 我就知道要出大事了 大哥 这件事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在你管辖范围之内 无缘无故打死人 你不管也不行啊 可不是吗 如果不严惩 我对上 对下 都没法交代 这次便注定杨家全馆倒霉了 不过许校长那边也别小看 要杀的话就早点杀 不要夜长猛毒 好 就这么办 好 我马上通知张队长 去杨家全馆抓人 然后我到警察局打个招呼 一定要尽快处决 免得让他们跑了 我想目前最重要的是将东鹰藏起来才行 可是广府又不大 能把他藏到哪去 是 一个人藏是藏不住的 东鹰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做错什么 这个死者来到全馆心怀不轨 又有想杀害严教官之意图 东鹰把他杀死 那就是为民除害 但是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想杀我 只有东鹰一个人知道 我看现在我们说什么都没人相信 那也不能让他们把东鹰抓走 我有个办法 要不然去投案吧 投案 如果不去投案的话 民团一定会来抓人 到时候要是落在通印和杏巴的手里就不好办了 警察局长应该还是比较公正的 但是许校长已经问过了 警察局不想介入这件事 许校长 你的意思呢 我认为玉英说的没错 应该让东鹰到警察局投案 如果东鹰一旦到警察局投案 那么警察局长就必须要立此案 警察局一经立案 那民团就无权干涉此事 玉英姐 不好了 民团来了好多人把咱们给围住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投案吧 走 东鹰 去哪儿 田教官 凶犯我要带走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田教官 我是奉命来捉拿凶犯的 凶犯 现在死者身份不明 我们不能忘断他就是凶犯 团总已经查明 死者是正当商人 商人 是谁查出他的身份 如果有什么问题 到了民团再去解决 不行 你是民团教官 抓凶犯不是你的直选 你回去跟团总说 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 有什么事我会向他汇报的 你们现在马上离开这里 对不起 严教官 我已经奉命 这个凶犯今天必须带走 张队长 在你来之前 我们正要去警察局投案 东鹰这个案件 案情实在是比较复杂 刚才 严教官也说明 你们也拿不出证据 证明死者的身份 那我倒想知道 难道你们就有证据 能证明死者的身份 你放心吧 我们很快就能查到了 再说了 这个案子的死者 明明在我们这里捣乱 他本来就是死有余辜 杨玉英 你口口声声说他来捣乱 你有什么证据 将来会有证据的 将来 那就等于没有证据了 告诉你 不要妨碍公务 要不然的话 连你一起带走 男人 走 带走 是 走 走 走 现在那些土匪 白天是人 晚上是鬼 明明通印最可疑 现在大家当他是英雄 我们要尽快想出办法 绝不能退让 通印现在是副官 他跟八团总 关系越来越密切 单凭我们去对付他 谈何容易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我认为 首先应该查明 死者的身份 要想查明死者的来历 谈何容易 要求东英 我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到北京 请一些记者来 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引起民众的关注 这样一来 他们就不得不 调查事情的真相 而从严从实处理 好 我明天就去北京 好 能不能再找找那个总长 他受了姓八的贿赂 我不想再找这种人了 我想我们应该来不及 因为民团已经通知了警察局 东英被认定是一个杀人凶手 而且很快就会被处决 都怪你 这么贪财 现在倒好 闹出人命来了 你怎么像没事人似的 说说话不行啊 这么多人都管不了 我又不是神仙 我管什么呀 那你什么意思 我们就这样 做事不管啊 我们怎么管啊 对了 你在拳馆里 还有什么东西吗 没了 就几件衣服 算了 省得回去让人看不起 都这么晚了 我们能去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们现在要离开 这个鬼地方 我觉得那个死者 好像很面熟 什么意思 想起来了 那天晚上 我看见两个人 其中有一个 就是他 那他岂不是土匪 你肯定吗 那天我跟他的距离 虽然比较远 但是我肯定 那个人就是他 看来东鹰那天 杀的那个人 真的是个土匪 那我们为东鹰申约 就有证据了 没错 这次霸团总和同鹰 不会不放人了 我们马上到民团 跟团总说清楚 把东鹰救出来 不 石锁是杨家的人 他的证词 不一定会被采纳 那许校长 您有什么想法 我们的证据比较弱 十分困难 但我们始终要试一下 只怕是竹篮打水 空跑一场 看来我们现在别无选择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捷御 我们还在等什么呢 来不及了 我明白了 刚才石锁说 在围场见到了两个人 有一个是死了 另一个 很可能跟民团 有不寻常的关系 我们怀疑通鹰是匪首 所以他就要在 最短的时间之内 把东鹰处死 到时候 谜已成吹 东鹰已做了替死鬼 那你们到底 赞不赞生节狱啊 等我和你师父 商量好了再说 咱们再说